沙蟒蛇遭受恶报 这是发生在多年前东北农村的真实故事 在东北的这个小村庄里 村民一直经常到山上的树林中砍柴 王大哥 走了 我们去山上砍柴去了 来了来了 等我下的 最近山里的木柴越来越少了 对呀 我们两人一上午才砍到这么点柴 这些只够两三天使用 我们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嗯 再去别处看看好了 这两位村民朝着山林深处走去 越走越远 渐渐地周围的树木高大了起来 可以砍伐的木柴也多了起来 这里不错啊 瞧瞧这里的树长得多高啊 王大哥 我们还是别往里走了吧 为什么 你没听我们村里的老人说过吗 这座山上有两条大蟒蛇长得非常大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山林深处了 要是遇到那两条蟒蛇 那要怎么办呢 虽然村里人一直说山林里有两条大蟒蛇 可是谁也没见过 我看这不过只是个传说罢了 也是 或许这真的只是个传说 就当两位村民继续往山林深处走去时 两条大蟒蛇 凶猛地出现在了他两人面前 那里是什么呢 会不会有只野兔躲在那里面呢 这好大的蟒蛇 看来这不是传说 不许过来 不许过来 不要过来 否则我可是会杀掉你们的 救命啊 受到惊吓的这两位村民飞快地跑下山 并和村里的人说起了这次惊险的经历 你们两人怎么了 我们 我们在山上看到了两条大蟒蛇 我们这次可是死里逃生啊 啊 你们见到了那两条大蟒蛇了 那两条大蟒是一家人 听说他们已经活了上千年了 很有灵性的 绝不会无故地伤害别人的 哦 这两条大蟒已经活了上千年了 那岂不是很值钱 这位村民想到大蟒蛇的架之后 便生了沙西 于是 便在第二天 独自一个人拿着猎枪上山去了 那两条大蟒蛇 又一次出现在了这位村民的面前 他很兴奋地举枪要射杀大蟒蛇 哈哈 太好了 我今天可是带着枪来的 你们死定了 去死吧 哈哈 打中了 这位村民将死去的瓷蛇的皮巴下 去骨去瘦 把了整整两大筐兽准备挑回架 就在这位村民即将要下山时 突然被一位身穿青色衣服的年轻人挡住了他 站住 你是谁啊 为什么要拦我去鲁 你为什么用枪把我的夫人打死了 我今天一定要破坏你的家庭 一定要你老婆的命 你的夫人 我什么时候用枪打死你夫人呢 我一定要你老婆的命 现实现报 我一定要你老婆的命 那位轻衣人说完后竟突然消失不见了 怎么回事 那人呢 难道是我的错觉 不管他 还是赶快回家吧 然而就着这位村民刚回到村子里就被邻居叫住 哎呀 王大哥 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快回家看看吧 你老婆她不知道怎么的突然疯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我赶快回家看看她 老婆 老婆 我回来了 你总算回来了 王大哥 你看 你老婆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快想想办法 她一直这么挣扎 我们这几个人都按不住她 老婆 你这是怎么了 我要命 我想要活着 我还有多少子孙 我惨啊 我好惨啊 她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哎 她又在说疯话了 你杀了我的夫人 我不能让你好 啊 难道是那条大猫蛇 来索报了 我很惨啊 我好惨啊 三天之后 这位村民的妻子便一命呜呼 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 因果报应丝毫不说 无论幸福它都存在 这个真实的故事提醒我们 不要再造杀业 所有生命一样都有灵性 所以我们不能轻视他们 一定好好念佛 救度一切众生 要存好心 爱护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生命